据海外网1月5号报道 警方于1月3号逮捕了2017年11月 中国籍老人王如新被枪杀一案的16岁少女嫌犯布朗 并以刑事凶杀罪起诉她 2017年11月9号 田纳西州克莱伯恩街 74岁的王如新走出儿子家门 在丢垃圾时被开枪射击 腹部腿部军中枪 送医途中不治身亡 事发后有目击者称 看见有几名青少年从案发地点逃走 嫌犯布朗被捕后拒绝说明 因此案发详情暂时不明 据警方之前推测 王如新可能遇到一群青少年抢劫 其中有人要强行抢走财务时 王如新反抗 导致劫匪开枪 据悉当时退休后的王如新 是挟期赴美探望儿子王云 新军冒动新闻 综合整理八道 在此之后